他就說是美國在濫用長臂管轄 不正當的手段競爭 因為話說當年 哎呀 那家法國的公司啊 美國現在是怎樣 因為GE啊 是沒辦法跟他競爭還是怎麼 所以發現那個威脅來了 就乾脆把你抓起來 這個坦白講就是澳部 那個法國公司Arcatel 就是阿爾卡特 以前我們還用過他的手機 在法國來講 他們在科技上是走在很前端的 甚至有些軍用的科技 跟Arcatel也有點關係 可是美國就是很喜歡 就是說他覺得自己是世界警察 所以他利用的很多東西 他常常批評說其他的國家 怎麼不可以用國內法 去管轄其他的地方 可是美國是最善於用這個 尤其是在商務上面的法律 去追究其他國家的公司的責任 但實際上都不正義的 其實最早我們大家印象很深刻 以前我們HTC很強的時候 手機很強的時候 還有友達HTC 他們在那些高管 就是這些高級的管理人員 到美國突然就被抓起來了 就說你的什麼違反專利 或者是講說你的商業行為 有竊取別人的機密 就把你抓起來 然後一扣 扣了是什麼 扣了就是逼你來談判 然後來打專利戰爭 但他的目的不在於贏 就是你要都要花了很多的錢來贖 有點像綁架一樣 然後等你這個官司打完的時候 不好意思你的規格戰已經輸給對方了 所以他就是要摧毀你的專利的領先 實際上你說這種東西 真的是竊取嗎 那也不一定 但是他有想辦法就是怎麼樣 想辦法讓你有一種被竊取 人家東西的感覺 那其實最有名的 你說像孟晚舟 我們的華為公主才回來 她當初是為什麼被加拿大拘留 這理由是很荒謬的 因為美國自己說我要制裁伊朗 所以我不可以讓華為或者其他公司 賣東西或者寄送給伊朗 那是你自己美國跟伊朗的事情 為什麼別人要follow你 結果呢因為華為跟伊朗這邊有合作 所以他用這個理由 把孟晚舟也抓起來 抓了半天之後 你其實也抓不到什麼實際的東西 因為這是很主觀的東西 這是罪嗎 這是一個行為 那我為什麼不能賣伊朗 結果最後孟晚舟 都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回來的 他是說承認事實 對有這件事又怎樣 我沒罪 我不認罪 所以我承認事實 但我不認罪 最後還起書讓你回來 所以這根本就只是一種價值的衝突 或者是價錢的衝突 利益上的衝突 然後用這種方式 根本就綁架啦 所以這種霸道的東西 你看連法國人都這樣講 不是亞洲人 也不是伊朗人 也不是中國人 法國人是你現在英國首相強聲說 我對你的愛滔滔不絕的 那個法國 是美國現在極力安撫的法國 對你的盟國是這種感覺 可見你這個盟國做了有多失敗 沒有啦 那就在商言商嘛 所以剛剛講到說 他乾脆就直接把 阿爾斯通的電力部門 就給他併了 然後GE那時候 還幫他付了很多賠償金 可是現在你就從這本書裡面 就看到說 到底所謂的長臂管轄是什麼意思 那面對對付 不論是法國還是日本 甚至是台灣的企業 都可以用同一招 喔 還有俄羅斯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美國 所慣用的一種手法 這個阿爾斯通是 法國最大的能源集團 那他因為在印尼得標 打敗了美國公司 那通用電器 後來就針對阿爾斯通的電力部門 提出收購 對 那就在收購期間 這個人就被抓了這樣 就還沒有定案 還沒有定案 那美國後來是用腐敗罪 因為美國那個腐敗罪 是可以抓全球的 是 所以這就是長臂管轄 對 那如果你不服的話 那他就用金融制裁 這張長臂管轄的權力的基礎 就是金融制裁 就是美元霸權 簡單講 那罰他7.7億美元 然後後來這個人 就是認罪協商 後來被關了4年 那本來要把他關15年 夠狠 就是認罪 認罪 那後來阿爾斯通就讓步 結果通用電器公司 就是G1啦 G1就收購了阿爾斯通的電力部門 對啊 所以就等於是這個公司被肢解了 那那個肢解的過程 顯然他就是 這個人是 阿爾斯通電力部門 全國全球鍋爐部的部長 就是高級高階主管 印尼當然就是買他的電 就是電廠 那你就知道他是怎麼處理 就是這裡面又有商業的 明顯的涉及利益 所以當然我們等一下 飛機台積電也是一樣 比如說你現在要求台積電 跟三星交營業秘密 那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 圖利英特爾啊 對啊 對不對 美國都說我不會給別人看 你過去劣跡斑斑嘛 我當然會這樣聯想嘛 對不對 所以當然就是 坦白講來就是美人霸權 就是除非你都不要使用 美元的網絡 那你個人都不要來美國存財產 或者你未來都不要經過美國 否則沒有人 坦白講那孟晚舟是唯一啦 大概是唯一啊 就是我可以不跟你美國打交道啦 然後那個企業跟國家的 這個權力也夠大 對 所以可以撐三年多啦 那一般人是 一般人跟一般國家是撐不住的啦 所以我們台灣也好幾個啦 事實上我那天在網路上 也看到有人列出 事實上台灣不只是友達啦 還有車燈公司 大概有人列了大概六七家公司 齊美店 對啦反正有大概六七家公司啦 面板 面板廠的也是遭遙的 不是 那個就是友達七美 陳旋平都乖乖的去坐牢 因為他可能就是為了公司的前途啦 因為公司不可能不跟美國打交道嘛 還有他用金融制裁 你公司大概就不用火了 所以坦白說這個 他就建立了這樣的一個 美元的網絡跟金融的網絡啊 然後又有這樣的一個美元的霸權啊 坦白講你就是你等於是 進入他所設定的規則來玩 那就會充滿一些風險 對啊 那偏偏像台積電對不對 那現在主要市場還是美國啊 你看起來 所以對啊 大使怎樣 有話 這個問題就常備管轄牽涉到 其實不是個人的問題 是國家主權被美國的侵犯 為什麼我這樣講啊 因為他這個常備管轄 我們從法理來講就是說 我美國 我告訴大家 全世界的人都歸我管 我就可以管 那可是現在的國際法就是說 你是美國 你只能管美國人 你不能管外國人 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你要來管我本國的人的話 你就侵犯我的主權 那我們今天也可以這樣子啊 我也定一個法律啊 然後你外國人 你在另外 你在世界另外一個屌落說 你犯了我一個法 我就把你抓起來 然後把你制裁 那我也可以這樣做啊 你看美國會不會叫 美國絕對說你這是 你這個不講理 你違法人 違反人權什麼 那問題就在說 當時奧斯坦連法國政府都不敢叫 那時候處理這個案子叫誰 就是現在的法國總統 他當時是法國的財政部長 他就處理這個案子 他不敢叫 所以他今天被美國欺負 活該 為什麼 人家當時跟他做財政部長交涉的時候 法國就沒有講說 你這樣做是侵害我法國的主權 這個是一個主權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國際法上講 兩個主義 一個叫屬地主義 一個叫屬人主義 對不對 就是說你在我的國境內的 你犯的法 我不管你外國人本國人 我都管 這沒有錯 外國人今天在台灣犯法 照樣用我們台灣的法律來治 這是普遍的 這叫屬地主義 屬人主義就是說 你今天主要是我的國籍的人 他不管在哪裡都歸我管 都歸我管 所以美國常常的帝國主義說 我這個美國人在外國犯法了 他是我的人 你要把他引渡回來 由我來管 這是美國人常用 那這兩個主義 我今天講不要講孟晚舟 我就講這個 皮爾魯奇 皮爾魯奇 這個法國艾爾斯頓的副總臺 他今天美國說他 你在印尼 你行賄印尼的官員 你違反了我美國的 所謂的反腐敗法 然後呢 皮爾魯奇 基本犯罪地不在美國 在印尼 美國也要管 另外呢 皮爾魯奇也不是美國人 他是法國人 所以屬地也不服 屬人也不服 可是美國人硬是就要管他 這個就是怎麼樣 從法國應該就要站出來說 對不起 你這是侵犯我的主權 這不是你跟這個公司的關係 所以這些中間 從東資到法國的 到我們台灣的這些 我們這些政府 通通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你的主權被美國踐踏 居然連氣都 連一個氣都不敢坑 這種政府真的是 真的是對不起他自己老百姓